歡迎收看 醫師好辣 接下來我們帥哥好辣醫師團 生活周遭常有一些迷思 今天就讓好辣醫師團 來破解這些問題的真味 史班小護理師李懿 哈囉 大家好 在這邊恭喜我們非常繽紛的演員 好繽紛 這個出單曲 對 第五張單曲了 哈囉 瓜哥好 李懿好 其他這個西班牙話還是什麼 西班牙文 對 我第五張單曲就叫做 Drosa Losa它就是一個玫瑰 然後就跟我身上一樣粉紅色 對 然後這個是我在隔離的時候 寫下的歌詞 所以我覺得每一個人都會有一種顏色 就你看了之後心情會很舒爽 這樣子粉紅色就是我命定的顏色 所以希望大家疫情前後 都可以聽我的Losa這首新歌 是西班牙文很熱情的歌 Losa 非常輕鬆的歌 對 好 節目一開始我們先來個熱身題 好 這題大家好好選一下 因為並不是很難 並不是很難 也不是什麼答案 有正確答案的 是...請出題 肚子餓了想找間餐廳來吃 在你眼前有兩間店 請問你會走進哪家店 1 店中坐滿九成的人 2 店內一個人都沒有 好 這是1跟2的選擇了 來 請舉牌 店中坐滿九成的有1 2 3 對 4個人選 也有4個人選2 一半一半我們這種答案 別人都幫你評分 對 當然對 同樣賣同樣東西 你很自然就回去那邊吃 對 口碑不是一天兩天造成的嗎 對 一個生意很好 不是 你說五成跟四成 那這個還看一看 九成跟沒有人 這個已經答案太明顯了 最主要是 我們要吃東西都是全家 那我太太喜歡排隊 所以我每天會喜歡排隊那一家 沒有 說真的 另外一個是這樣 就像跟賈醫師講的一樣 風險值啦 就是說因為 假如說店都非常非常熟 那店當別人 如果完全都不熟的話 越多人吃的 其實大部分可能風品好 那另外的萬一 真的有食物中毒要就醫的話 其實病因比較好歸類 也是 但有人選二 我們也要尊重他的想法 對 因為我不喜歡排隊 然後我會覺得有的時候 一家店人很多不見的好吃 他是行銷做得好 然後我就會覺得 我都這麼餓了 我還要排隊 然後排了三十分鐘之後 那脾氣就上來了 所以我會選擇沒有人的地方 給他一個機會 我有一個長輩也是像他這樣 這不需要去排隊 沒有人我先去吃 他有這種 是啊 我跟謝忍像 因為我是屬於那種 所以我認為這食物 有時候食物的好不好吃 是另外一個 但是我覺得服務精神很重 所以當我進去一個 都沒有人的餐廳的時候 天啊 他們把我們當成天王老子 在示範 包床 包床的概念 所以我覺得想要 比較多人來服侍我們 但如果你進去吃 然後發現很難吃 你會不會很火大的恐怖 下次就再也不去 對啊 因為我就是 我現在就是餓 我就是要吃東西 還好九層滿 還有位子我可以走進去 對不對 還有一個邏輯 我覺得要想念說 因為他生意好 他的那個食物流動 對 新鮮 我很怕那個生意不好的 對 就拿出來如果還有冷凍味 冷藏味 放很久 不行 我發現選二都偏懶惰 沒有 選二的人 但對吃都 還好 普通 沒有很在意 但是有人真的不在意 就是怕 不要這樣吃 可吃就好了 對 你選什麼 我原本是想要選二 可是他是一個人都沒有 如果他還有可能三層 我會進去 對 你可能 但一個人都沒有 我真的不敢 其實這題目只是要熱身題 他要跟大家說一件事情 就是人都有一個 蟲種效應 就是羊群效應 大家有聽過一個故事 有人在天橋邊 我看著河 然後看一看之後 就另外一個人來 跟他一起看河 然後所有人就一群人 在看著下面 那大家就問隔壁說 你來看什麼 沒有人知道在看什麼 可是很多人一起 在看一個東西 對 其實人會有 這樣子的一個心理 所以剛才在舉牌的時候也是 如果假設現場 沒有一個人舉二 那可能大家就會默默把一 都舉好了 可是又有人舉了二之後 大家其他人就說 我好像也舉二 也可以 因為其實也不見得 只有我是唯一少數 所以就是 人都會有這樣的心理 叫做蟲種效應 跟著大家一起做一樣的事 就好像有實驗過 你在街頭突然有站下這樣 對 那你就跟他 看什麼 不知道看什麼 蟲種效應 我上次也是這樣子 走進百貨公司 然後我就是要去買一間 然後結果我就看到那邊 隊伍多 我就走走走過去 排到塊前面 我說這在排什麼 我們去廁所 對 對啊 就是 不要搶到 那邊不要走 你就不要過去 一探究竟了 排著排著什麼 好像不是走那邊 我說好奇問了 我們去廁所 你在忙蟲 忙蟲 忙蟲 好 今天我們來看 今天要題目是什麼呢 來看 第一個 睡覺手機放床頭 對大腦會有傷害 有傷害的情緒 沒有傷害的情緒 你看 不是 他這個東西 手機放床頭 床頭是多遠 床頭就是在你正後方 沒有 你的床很大 那可能放在 我也是放床頭 瓜哥只有你家是這樣 超膽的 你的床頭除了 你是放這裡 沒有人會把它放這裡 那你們總不能把它放走 有人睡一睡 然後手機就掉到 看手機就會掉到頭 那這樣不行 一定受傷的 一定有傷害的 其實我覺得我們的工作 就是會手機很重要 我手機不離身的 因為我工作都一定要看手機 即使睡覺 我會覺得萬一發生什麼事情 我需要聽到電話 就是比如說我的私廚 就是有緊急警報 其實常發生 你知道警報一響 然後那個人員就打電話來 我一定要接得到 要不然失火 還是有小偷都不知道 所以妳放多靜 就是 好 我的床是六尺大的 那旁邊就是會有一個小桌子 基本上差不多在一個手 一個手可以要勾得到 因為我是放靜音 然後就勾得到 差不多是在這個位置 那大家就會說 就是會有一些坡 可能對我們的腦子不好 對我們的身體不好 或是電池會爆炸 都有聽過 那可是因為我沒有辦法說 把我電話放在客廳太遠的地方 我還是放在這邊 只不過我現在中間 是放一個枕頭 我想說我有個枕頭 當作牆 可以隔離一下 說不定比較好 不知道正不正確 因為我會追劇 然後我追劇完之後 有時候我追完劇之後 然後我手機放在旁邊 我可能就這樣睡著了 結果我就會 在我腦袋裡面 就會午夜夢回的時候 就會夢到我追劇的情況 所以我在想說 是我追劇最太認真 還是說 我覺得那個電磁波太強 已經會影響到我的思緒的部分 我是有這樣的經驗 而且常常 這一題的答案是 不會嗎 大家覺得很超乎想像 可是這個東西 曾經有相關的單位發表說 要提醒大家注意 結果後來再過了很多很多年之後 發現 他沒有明確的證據去證明 直接會導致腦癌 甚至大家有做了一些分析 舉例來說 就是說從手機問世到現在的25年 所有各國的腦癌的比例 都沒有增加 沒有增加 如果照這個邏輯應該會增加 而且也去分析腦癌的人 常使用手機的那一側 其實腦癌不見得 都會長在手機的那一側 而是可能長在對側 所以這些證據 想要告訴大家的事情是 目前的研究並沒有認為 跟腦癌會有直接的觀念性 所以我不再需要放一個枕頭 在我旁邊了 對 所以繼續追劇 就是大家會有各式各樣的 因為他還滿卡的 電話響我還要這樣 越過他 你要放鋁板 不是放枕頭 枕頭的隔離效果也不好 可是其實為了這樣擔憂 我自己也遇過病人 就真的很緊張很緊張 所以以前 他是個手機的重度使用者 那重度使用者 用了很久手機之後 結果發現這個消息 他緊張得要命 就覺得會導致腦癌 我一天用手機這麼久 晚上睡覺手機 都在我頭旁邊 也沒有隔枕頭 那所以他想說會不會得腦癌 可是他同時發現自己有一個狀況 每天這邊頭很痛 那因為長時間人使用手機 他也覺得 那邊使用手機的耐測 眼窩開始疼痛 耐測的眼睛視力開始 好像有一些被影響到 從後腦勺都會疼痛 結果他來看診 他非常擔心自己得了腦癌 因為所有症狀都有了 對 我們就跟他說 你眼睛使用那麼久的手機 其實會有老花的現象 即便不會有腦癌 一直近距離 然後包含過度的乾燥 跟過度的對焦近距離 腦花眼會發生啊 脖子姿勢不良會痛啊 他說不行 我覺得我會有腦癌 電腦斷層做完之後 沒有癌症 所以他開開心心回去 結果回去之後 過一陣子又來了 我想說 阿伯你怎麼又來了 阿伯回去的時候發現 因為另外一個家屬 突然又跟他說一句話 醫師再來做一次好了 還有沒有什麼 核實共證可以嗎 他又自費做了核實共證 結果核實共證做完 還是沒有問題 結果這時候他就說 還有沒有別的檢查 我真的覺得我頭一直怪怪 怎麼說服他都沒有用 結果最後腦電波 什麼相關的全部都做完了 都沒有問題 他還是不放心 他後來手機 不只隔了一個枕頭 他手機他說 因為輻射跟距離平方 乘以反比 所以手機隔到房間外面 不可以拿進房間內 只要拿進房間內 他會生氣 所以到最後 他直接到最後 才勉強放下新房 是因為後來新聞開始說 不見得跟腦癌 有直接的關係 他才願意相信這件事情 這又是從中效應了 真的看到大家都這樣寫了 他才相信 可是這樣也不鼓勵大家睡覺 都一直在玩手機 對 這樣也是不建議的 對啊 因為一直使用上面來講 畢竟因為在光線過度的使用 眼睛的退化 以及我們的光線的過度刺激的乾燥 以及知識的不良 都是一個不好的 因為傳有腦癌 大家都還用成這樣的 現在症子不會有 那不是用得更少 慌用 對啊 其實可能不會治病 但是會影響睡眠 還有眼睛 而且眼睛其實我真的最近 其實以為會是腦部有問題 因為眼睛看不大清楚 就會覺得突然間就是蒙掉 越來越模糊 對 因為看一看幾分 怎麼看就花了 對 一開始很多想法都是 從學裡的推論 就想當然而 但是我們現在醫學是 注重我們所謂的實證醫學 但還知道 手機在出現之前 我們在高壓電 高壓電經過的地方 很多兒哨團體 去向這個政府去施壓說 學校不要多少公里之內 不能發的 因為那時候就是 有一點少量的報告 高壓電經過的地方的 這個流病的調查 認為說這些地區的 腦癌發生率 好像是比沒有經過的地方 來得高一點 尤其對小孩子 還有些什麼 血液疾病 白血病 白血病這類的 所以他們才去抗議 但後來會發現 其實高壓電經過的地方的 大規模的調查 盛行率並沒有增加 所以其實很多人 剛剛會一直講說 大家擔心 我怎麼怎麼 我常用手機 我中的聲音 我要求去做什麼 核磁工 做什麼電腦斷層 電腦斷層的輻射 其實應該是 原大於手機的輻射 對 所以因為大家現在 對X光檢查 這個高劑量 要檢查的一個 關注越來越大了 那另外一個就是手機 其實剛剛講的知識 手機很少會這樣看 通常這樣看很累 所以大家就測試看 測試看對視率或肩頸肌肉 這個等級 測試看了之後 你再轉過來 再怎麼樣 你的身體兩個人 對稱肌肉 大概很難做一個 很平衡的運動跟休息 我們睡眠和腦內的 這個黑色激素 很有關係 所以就藍光的睡前 睡前那段時間的 一個光的刺激 會讓你腦內 對睡眠有幫助的 這個內分泌荷爾蒙的物質 會降低 所以其實真的 就這個也是 你睡前看手機的 到後來睡眠的品質 大概都會比較會受 別忘了訂閱我們 YouTube頻道 並按下鈴鐺 收看我們的影片 想要看更多精采的內容嗎 可以點選旁邊的影片喔